各位亲爱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Lady哈哈 那我现在呢 要跟各位讲的是 这个句子的组成 那么我的主题叫做 高国中英文的衔接讲义 那为什么叫衔接 就是说国中各位所学到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点 那我们现在高中所学的东西呢 可能是把它变成了一条线 现在把它变成了一条一个面 那可是有些同学可能呢 那个点跟点变成了线 然后现在变成面之间呢 它有点混乱 也就是说它对于最基本句子的组成 它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它在判断比较复杂的句子的时候 它就变得非常的confused 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去判断句子 好那所以呢 我现在把最基本的东西 也就是句子的组成 把它做了一点点的演绎跟解释 那希望呢 各位同学们可以对于句子的组成 更加的清楚 然后如果进入到比较复杂的句子 也就是句子加上句子的时候 那么大家就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概念 才不会觉得 穆萨萨 然后完全萨龙萨 不晓得 如果说人家是考题出来的话 不晓得在出什么 或者是说人家出招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招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句子 我们从一个这个最简单的句子的组成 句子就分作这五大像 也就是说这五大句型 每一个句子都不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句子 句型 那么你就是句子加上句子 那么第一个句子 它也大概就是这些句子当中的某一个 好那另外的第二个句子 它也是这个句子当中的某一个 好那只是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可是至少它的基本型 或者是素人或者是阳春版 是必须要知道的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符号是应该看得懂的 SV主词动词 好第二个是主词动词或B动词 然后再加上主词补语 SC 第三种是主词动词加上授词 第四种是主词动词 好两个授词 一个叫间接授词 IO通常是人 一个是直接授词 通常是东西或者是事情 好那第五个是主词动词 授词加上授词补语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看第一种跟第二种 好来看了 第一种第二种 它是最也就是说我们说有每一个句子 都一定会有主词跟动词的 它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头有身体 所以SV就是最最简单的 可是所有的句子都有SV 都一定有主词动词的 这个是放诸四海阶准 绝对跑不掉的 所以如果你一个句子 你说哈 比方说我在压力之下 我很有压力 我在压力之下 好那我在压力之下 你就写成什么呢 I under pressure 好各位你来看这个句子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I是主词 Under pressure 它是一个修饰语嘛 算主词补语 你就没有动词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句子就是什么呢 这种句子就是错的 好因此呢 那我们现在 如果说你把这个句子弄清楚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那个句子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这几个例句 I work 什么句型 第一个SV 好那你说动词是什么 反正所有的动作都叫做是动词 那B动词应该就是没有问题了 对不对 Aim啦 那个R啦 Ease啦 这些字 那动词呢 像工作啦 跑啦 OK 好这些字 或者是念书啦 study 好或者是看见啦 see 遇见啦 meet 这些字都算是动词 好所以我们来看像第二个 He runs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有主词 有动词 好 My father is an engineer 主词 B动词 你如果光写 My father is 那这个句子不太对 因为你只有主词B动词 可是这个句译不完整 我们不晓得爸爸到底是什么 那你就必须要加上一个修饰语 好那么这里的这个 engineer 或者是am engineer 那他就是一个SC 主词补语 好所以这个句型是第二个SB动词 SVSC 好最后一个句子 Next to him Where a lantern brushes and some paint 好各位你们应该看一下 好这个主词不要看他成前面的这个Next to him 它是一个主词补语 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修饰语 对不对 好算是地方副词的修饰语 在它的旁边 隔着或者是有 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有lantern有brushes OK好这有一个什么呢 这有一个灯笼 有刷子 OK笔刷 还有一些颜料 OK好那主词在哪里 主词在后面的这边 这边 a lantern 然后呢 brushes 还有some paint 那B动词在这 好然后最后面的 那你如果光说这些东西是什么 OK当然你要有一个主词补语嘛 来补充说明句子才完整 好就在它的旁边 这些东西放在它旁边 这个当然我们叫做导装句 可是导装句也就是这一种句型 所以它也是这种句型的变化而已 好那所以这种是SVSC 好接下来我们来往下看 当然你如果可以加上一些修饰语的话 那你这个句子就会显得完整一点 好看一点 好比方说I work very hard 我工作工作是什么个工作法 努力的工作 这个very hard是修饰前面的work 所以它算是修饰语 副词算修饰语 它不算结构 所以它仍然是主词动词 好那它在跑 跑得怎么样呢 跑得很快 he runs very fast 它也是主词动词 好那你像下面这句 she is pretty smart 它很聪明的 这个pretty是相当的非常的 那这个字修饰后面的smart 所以它是一个主词 逼动词 还有主词补语 所以呢修饰语 不算句型 再一次修饰语 不算句型 好接下来 那我们再来看 稍稍再加上手跟脚的 好那么有些句子 我们说过句子最重要的是 主词和动词 那你如果是加上受词 那当然有手有脚 对不对 好当然也可能会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片语跟修饰 那通通都叫做修饰语 不算句型 那你先看这个句子 I like the girl 我喜欢这个女生 主词 动词 手词 好那你看下面这个句子比较长 那你后面这个句子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形容词子句就是形容词 形容词就是修饰语 所以这个结构不看它 我们只看主结构 主结构是svo 可以哈 继续 my 好这里漏了一个字 应该是my mom 好了ok 我妈妈丢掉了一些旧衣服 丢掉一些家具 年终大小厨 at the end of every year 主词my mom 很容易辨识 god read of ok 好这里是一个动词片语在这儿 对吧 后面当然就是寿词 我妈妈清掉了 除掉了 除掉了什么 句子不完整嘛 你一定要有后面的一个寿词出来 好主词 动词 寿词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at the end of the every year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时间副词 时间副词啦 地方副词啦 或者形容词啦 这些都叫做修饰语 你如果不太会判断句子的时候 这些里里里里的东西先拿掉 好 这样子你就会比较容易判断主结构 我们通常都是在主结构的部分做变化 好 这样子你就会比较容易辨识了 再来一句下面 这个the doctor tried to save the patient's life but in the end 好那你看一下这里当然 这个but是连接词 那我们先不管后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词句 医生主词tried动词嘛 那我们说后面的to save 好这个是不定词 拿来当做受词用 再一次 不定词可以当受词 受词的形式 ok就是o 那个o 不见得是单纯的名词 这个我们下面会看 好 所以你们要有一个概念 最简单最简单 当然是名词出来 最简单单一个字 可是呢 主词或者是受词的形式 都不会那么的单纯 好 那我们待会复杂的再看 主要结构先抓出来 主词 动词 受词 好 再来下一句 he looked at the pretty girl with his heart beating fast 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是一个附带状态 with是一个借词 对不对 好 所以后面自己的 里里里里的的东西 先拿掉 大结构看起来就可以了 主词 he 动词 looks at 受词 the pretty girl 好 所以这个结构是什么 s li o 没问题哦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种 第三种句型 svo 好 接下来 两个受词的 来 两个受词 好 这里就是我们说 有些句子是有两个受词 或者加上受词补语 才能够让语意完整 对不对 好 比方说 他跟我说 他说了什么 他呢 说了一个故事 所以把两句并在一起 他跟我说了一个故事 主词 偷误的是动词 v 这个me 间接受词 a story 直接受词 所以是主词 动词 sv i o do ok 好 类似的结构 i gave her flower 我给了他一朵花 主词 动词 受词 好 这边有两个受词 一个是人 一个是物 来 ok mom bought me a computer 好 妈妈呢 帮我买了一台电脑 ok 好 来 这个bought 动词 好 那买给谁 买给我 这里有一个间接受词 后面a computer 有一个直接受词 所以这个是sv i o do 那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这个给啦 ok 说啦 给啦 送啦 像tell give by 或者像是send s e n d 好 类似 这些字 这些字 通常都是有两个受词的 对吧 好 那当然 你们先把大结构 如果你开始觉得昏了 你先把大结构抓草 来 接下来 第五种 主词 动词 受词 受词 补语 受词补语 就是补充说明受词的 好 所以请看第一句 he makes me 这个make 他当然本身有制造的意思 他做出了我 制造了我 怪怪的 对不对 好 除非有上下文 语气不完整嘛 那但是你现在如果说 he makes me happy 好 他让我非常的幸福 他让我非常的快乐 主词 动词 受词 受词 补语 好 这个就叫做受词补语 也就是说我们加上补充说明的字 让语义更加的清楚 下一句 一样哦 the judge found the criminal guilty 好 这些法官 这个是法官 found 认为 这里不用翻发现 好 认为 认为这个犯人 criminal 是guilty 是有罪的 好 你不能光说 the judge found the guilty 对吧 那我们后面再加上 他比较意思完整 好 所以呢 主词 动词 O OC 接下来 I heard him crying 我听见他 他在干嘛 他在吆喝 或者是他在骂人 或者是他在哭 他在笑 所以后面的这个 crying 很明显的是一个 受词补语 简单吧 你们看 五大句型讲完了 只要你会这五大句型 这个句子都不拖这五个范围 OK 好 再复习一次 sv 主词动词 svsc 主词补语 svo sviodo svoc OK 好 复习一下 接下来 大脑清醒一下 好 来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比较复杂一点点的东西了 一点点而已 不用担心 一点点喝口水 休息一下 但是不走太远哦 好 喝完水了吧 OK 上厕所的去上厕所回来了 来 一至二 主词 受词的其他形式 主词有很多形式 你这个主词弄通了 受词就通了 OK 因为依词类推 好 它可以是单纯的名词 它可以是进阶一点的 动名词不定词 好 或者是啰嗦的子句 子句最讨厌 这里都还容易判断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句子 有没有问题 好 比方说你看下面第一句 Get up early is good for your house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跟同学们讲 至少我常常会跟同学们讲 一个句子里头 不可以两个动词串联 好 一个句子不可以有两个动词串联 你看看这里有几个动词去了 你们有看到这里有个get 动词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意思 是不是动词 所以不对了嘛 这样就不对了 那你应该怎么办 怎么改呢 好 那意思就是这件事情 主词 好 是有帮助的 对你的健康有帮助 所以如果以句型来讲 它应该是SVSC 对不对 那怎么改 好 动名词可以当主词 所以你这个句子应该是变成 Getting up early 这样了 好 动名词当主词 视为单数 当然你说可不可以用to get up early 可以 好 来第二句 Live in the country 同样的毛病 Live in the country Makes me happy 好 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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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的是一个什么词 主词 住在这个国家 其实让我很开心的 好 意思就是有些城市 有些国家 让人家票选 是最幸福的城市 或者最幸福的国家 好 非洲应该不太可能 那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你不可能用原型动词 这样是不是变成两个动词串联 好 所以像这个句子 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变成动名词 Live in 当然你如果说我要用不定词 可不可以 可以了 好 来 接下来 虽然它有一点些微的差距 可是我们这个些微的差距先不管 你大结构先出来 好 来 那各位看这一句 OK Good books contain a lot of knowledge 来这句有没有问题 从第一次月考的经验 我就知道 很多同学都觉得说 反正题目出来的 就一定是要改的 否则它就不会出了 但是你看这个句子 Good books 这是名词 它就是最单纯的名词 主词 动词 contain 后面 a lot of knowledge 受词 所以这个句子 对不对 不用改了 不用过乱改 OK 判断 又判断的 所以这个句子是 正确的句子 这个不是O 是我要打圈圈 OK 没有问题 OK 好 来 接下来 再往下 I agree that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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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gree that students should obey school regulations 我同意 我赞成 OK 我赞成什么事情呢 我赞成 学生应该遵守校规 这个句子 对不对 有同学说 这里有动词 Agree 后面有动词 Obey 是啊 可是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that 有没有看到一个that 有吧 然后that引导一个句子 所以表示后面的that 本身当作是一个受词 that可以引导一个名词子句 当受词 所以我们才会说 回到前面 受词或者是主词的形式 可以有很多 大会我们也会再讲受词了 好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以子句的形式当受词 那当然也可以以子句的形式当主词 可以的 主词 动词 受词 像这个句子是正确的 所以是 O OK 好 接下来 下一句 这个句子是同学们最常会犯着错误的句子 意思就是句子比较复杂的时候都按照中文写 猿猴是人类的祖先 这件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 结果就都按照这个 Apes are main kinds of ancestors Everyone know 你看 多少个动词啊 are 一个 are 一个 know 一个 怎么办呢 这怎么改 好 这件事情 是 所以我们只要加上一个字就好 that that引导一个子句 好 这件事情 好 猿猴是人类的祖先 这件事 这个整个that 子句当主词 好 那that引导一个子句 通常它就会变成单数 OK 我们视为单数 是 是什么呢 好 你这边B动词在这嘛 结果这里又有动作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又变成两个动词了 那怎么改 再稍微复杂一点点 每一个人知道的事情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加上 the thing 好 这件事情后面加一个形容词子句 对不对 that everyone 这里加s s 是这样子的 好 那有没有再发现 that 再加上 the thing that 我们再稍微复杂一点点 好 the thing that 可以改成 OK 可以改成 比较 精简的字 哪一个字呢 the thing 加上关系代名词 what 对吧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 这件事情 that that abes are mankind's ancestors ancestors is what 后面 everyone notes 这样子 OK 我们把它改成 22 这样子就改成功了 这样懂吗 OK 这个what 就可以等于前面的 the thing 通了吗 再想一下 好 来 所以意思就是 子句 可以当主词 主词的形式 不会是只有一种 好 OK 名词 可以当主词 动名词 不定词 可以当主词 没问题了 来 再来 最啰嗦的子句 现在有子句了 OK 好来 那么大句子里面的小句子 这个叫子句了 好 这种子句的形式 我们刚刚有讲过 that 可以引导的 wh 像那个what 可以引导的 对不对 至于用that 或者是wh 可以判断吗 来 你们来看 大家一起来看 判断一下 第六 you deposit your money is in the bank 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 你呢 存钱 是在银行 不对了 你存钱的地方 是在银行 虽然你觉得说 中文好像不太有问题 可是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好 就好像你这里有一个动词 后面这里也有一个动词 两个动词 怎么了 串联了 不可以 所以你这里要改成什么呢 你这里要改成什么 你存钱的地方嘛 where see wh 1 通红 好 再来这句 the earth goes around 这个句子已经完整了 对不对 好 地球绕着太阳转 这是一个什么呢 事实 是一个真理 那你说这个句子有没有错 OK 还是不对嘛 这里有个动词 对吧 然后呢 后面这里又有一个动词 串联了啦 所以你应该怎么办 这个句子已经完整了 所以我们加一个字就好 有什么呢 有that 来引导一个句子 that引导一个子句 OK 好 这个整个就变成了 是一个名词指句 当主词 好 来下一句 第八题 do you ever wonder 你有没有好奇过说 我们的生命是 是怎么样 怎么开始的 以这个句子来讲 you 主词 wonder 动词 所以你后面是不是少了一个受词 有什么来引导 生命如何嘛 好 那如何怎么办呢 你可以加哪一个字 你可以加how 对不对 那有些同学说 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 可以 以这个句子来讲是可以的 所以你也可以用where life began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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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来 所以这里就是由wh 的疑问词来引导一个子句 然后呢 当做什么词 当做是受词 好 来接下来后面 来第九题 什么you are going is not my business 好 你要去 这个去一定是指地方 你要去哪里 不干我的事 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不干我的事 所以你这个句子应该用什么呢 应该用什么呢 去什么地方嘛 地方的那个引导的字应该是where where you are going 好 来 所以这里整个当主词 想想哦 后面逼动词 后面my business 主词不语 OK 通了吗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先暂时就到这里 受词的形式跟主词一样 主词通 受词就通 OK 好 我们先看到这里 休息一下 接下来我们的part two 请拭目以待